说起卡罗拉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那作为这个全球用户群体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车系之一 卡罗拉的口碑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卡罗拉大家很清楚很明白 但是卡罗拉的SUV可能有的同学就不明白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一汽丰田的CS店展厅 要跟大家来聊聊这款车呢 就是卡罗拉的SUV叫卡罗拉瑞芳 那其实这台车呢在海外版呢 它其实它的名字叫卡罗拉Cross 那这个呢就是基于卡罗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打造的一台SUV 当然厂家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觉得也是希望这样的一台SUV 能够取得和跟卡罗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 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能不能够配得上卡罗拉的称号啊 首先这台车呢 它作为一台SUV虽然说它的尺寸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也给你营造出了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激进 或者说是非常有粗犷的这种丰田SUV的造型 比方说它的这个中网的这个格杉 它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立体的 像不是这些小小的这些细节 我觉得都在体现出它的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营造的很不错 那另外呢它也用上了这种黑色和这种蓝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拼接 看上去也是比较的富有年轻和活力的一个色彩的 然后呢接下来继续的往后边来看呢 这款车它的这个轮煤的部分呢 也用上了这种哎 护板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然后呢整车呢也是线条非常的淋漓啊 也是采用了一种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种设计方式 而且跟它丰田一级丰田的这家族的ACV都是非常相似的啊 比较类似的 有点像这个缩小版的荣放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我们接着往后边来看 这台车啊 我觉得它的细节做的特别好 就是卡罗拉克拉斯的这些标识啊 是出现在这台车的很多的细节的地方 包括在这里 包括它的灯上边也有 包括它的后边后尾箱 在这个地方也出现了卡罗拉克拉斯 然后咱们打开它的这个后备箱啊 虽然说它是紧凑性的SUV 但是呢其实这个整个尾箱 它的宽度和它的高度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下方呢也是给你拍上了一个备胎的 所以作为这个年轻人主打年轻市场市场的这个SUV 那它还是很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去选购的 卡罗拉瑞放啊 或者说卡罗拉克拉斯 它的整体的内饰给人的感觉 还是和卡罗拉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以实用性为主 那它的整体的设计方式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的年轻和时尚的 它用了这种贯穿整个中控的这种银色的镀子条 去作为这个点缀 那我比较喜欢的呢 是它的仪表 我们这款展车它的仪表非常的机械 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有点那种 以前的这种日系的这种跑车的这种感觉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一种感受 然后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是 这一次呢 卡罗拉的瑞放 它也给你全系标配了TSS的系统 会发现这台车 它能够支持很多的一些 辅助驾驶的一些功能 并且呢 它的安全性也是很不错的 顶配的这款车 是有给你配到9个安全气囊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它的一个加分项目 然后另外呢 作为一个空间啊 尺寸并不是这么大的一款ACV 那卡罗拉呢 它也用到了很多 一些合理的这种空间 利用率的这样的一些办法 去让它有着更多的储物的地方 比方说下方 哎 在这个地方能够放手机 或者放一些小包 包括它的两个杯架 包括它中央扶手 虽然不大 但是它还是可以放置一些 日常的一些用品的 这些都在体现一个 这个日系车企啊 工田一直以来 它们所贯彻的这样的一个 空间利用率的理念 我觉得这些 还是要比同级别的一些ACV 做的更好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关于它的动力 这台车呢 它的动力是配上了2.0自吸的发动机 并且有一个模拟时速的CVT变速箱 这个2.0的排量呢 其实就要比同级别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车系啊 大多数都是1.5嘛 所以这也算是它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方面 当然同时间它的油耗表现也是很不错 很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也在寻找啊 这个12到15万元左右 这样一区间想买一个口碑 不错的ACVT变速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